早前拍了我的第一隻CM的開箱 但一直未有評測和說給大家聽聲音 為什麼維持了這麼久呢? 其實就是等旁邊這隻 這隻是我第一隻CM是Fender 它的規格叫做TEN-5 TEN-5的意思是10mm的動圈 另外加多5個動鐵 旁邊這隻我等了這麼久 就是TEN-5 但它是Universal版 不是CM版 所以大家看到是有耳膠 CM就不用耳膠 因為一進入了 我就想比較一下 CM版和Universal版的分別 我現在會試試聽 人生第一次有一隻CM和一隻不是CM 但同一規格的耳筒比較完 我先說一個流程給大家聽 首先我當然是聽 之前的比較就是和A9比較 A9我已經很滿意了 不知道是因為它是新的規格 還是因為它是CM 所以它是拋離A9 我現在最常用的是這一個 真的好聽 我剛才聽這個Melody Garda 我之前都推介過大家買的那一支 是聽那個Saxi Phone聽到有高潮 這個是我聽得很開心的一對耳機 然後就試一隻Universal 其實是有少少跌鑊的 聲底是相似的 是東西沒那麼近 就是我剛才說到有段Saxi Phone的Solo 突然高音一扯上去那一刻 CM是一時刺進來 但又不痛的 是爽的 但是這個Universal不是刺進來不痛 而是沒有刺得那麼深 東西好像沒有去得那麼重 即使它的規格一樣 所以原來這個10-5是有CM版的話 我覺得大家的玩法就是 先試一下這個10-5 如果你喜歡它的聲底 或者你馬上已經愛上它 不要緊你可以先要了 但如果你已經喜歡它的聲底 而又有些預算 還有時間去等的話 CM要等 不妨真的去做一隻CM玩一下 暫時未有東西可以挑戰到它 跟雷仔是一樣 暫時回不了頭的 試過暫時 除了10-5之餘 我知道Fender的Universal 還有13.6 13mm動圈 再加到6個動鐵 理論上單元再多於這個 另外還有10-3的 不怕拿出來給大家看 但這些是版來的 我也試了聲音 在三個新的Universal 試了的聲音來講 直男帽 我們拿開我的CM 我依然都覺得10-5是最平均的 反而那隻大一點的13.6 有一點大隻 我自己可能喜歡了 因為這個CM 所以喜歡了這個聲底 所以也都喜歡這隻Universal 但到月尾大貨到的時候 大家再試 但是就這樣 今天AB比較 同一個規格的CM 和Universal 毫無疑問 我是喜歡CM多一點的 所以甚至都 Cox 或一樣要遮上 在那邊 大家都在 inta 嚇人 重紐